哇哦 噔噔 哇 这个味道隔着袋子能稳着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这个是哪家的双十一种的衣服 加薪超级酷了没有 哇 这也太大了 大家好 我是李云彩 哈哈 我家后已经太上了 哈 今天又是一期令人激动的开箱视频 我知道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看我的开箱 那在我身后的这一堆呢 就是今年双十一的战利品 吸取了上次618开箱9个小时 血泪的教训 这次双11的开箱 我分了两天 其实这些东西 昨天就已经到了 所以我昨天先买它的外包装给拆开 就是大的包装 然后现在都是一个小包装 这样做开箱视频 就能方便多地节省很多时间 今天我所有买的东西 都是完全自费 没有任何赞助 我会把我买的链接 还有双11当时买的价格 附在每个商品的后面 大家记得看 今天的开箱顺序 我会按照以下几个分类 大家可以根据你想要看的内容 然后调整到你想要看的时间 当然我希望你们可以 从头到尾都看下去 然后给我一个赞 把我的视频分享出去好吗 首先第一项是日化用品 看看我买了好几箱都是日化用品 一个电动芽刷 中国产的叫做欧利斯 我之前用的是菲利普的电动芽刷 用了5年了 它的电机坏了 是说在国内可以免费换电机 但因为现在我没有办法回国 所以就又重新买了一个 你看开机之后它只有三档 它送的刷头还蛮多的 应该是够一年到一年半用了 那接下来呢也是跟牙齿护理有关的 就是牙膏 是佳杰式的这个热感美白牙膏 它是美国进口的 我现在是在保洁他们的旗舰店买的 买三送三吧好像是 买三只 然后送了很多这样的小样装 还有这个样子的旅行装 它这个活动还是OK的 这样送了很多 接下来又是跟牙齿护理有关的 我好像很爱我的牙 这个是小米刷头的替换装 我买的是浩尘这个替代牌子的 然后它同样也是送了这个牙线 接下来这个护理啊 男生窝入哦 是女生的这个卫生棉卫生巾 这个是我去年就在用的 但是马来西亚这 这个呢卫生棉是在马来西亚这边 我没有看到有卖的是液体卫生棉 这个真的超好用 我建议如果你们没有试过的 一定要试一试这个液体卫生棉 你们看到吗 就真的是来姨妈的时候 完全没有感觉超级舒服 就是像液体一样 那接下来这一箱 大家看到这个包装盒就知道 是我最喜欢那个狗产护肤品牌 很小众的一个品牌 叫做雏菊的天空 我上次618不是买了他家的洗面的 还有一个玫瑰喷雾吗 玫瑰纯露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用 于是这是双十一 我就买了这么一大箱 他们家的全套产品 基本上 其实他家做的产品不是很多 其实他家做的产品不是很多 但是没用 其实他家做的产品不是很多 其实他家做的产品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样都很用心 因为是纯植物的嘛 我自己是很敏感的肌肤 所以我把他家的从水到乳液都买了一遍 当然这次双十一有很多很多的赠品 他家平时是从来不打折的 双十一只是有套餐折扣 也是没有打折 然后还是一如既往送了这个小样 还有面膜 他家面膜真的超级超级好用 哇 还送了我一个 好可爱啊 你们看 然后买了他家很有名的肥冷脆 修护精华油 我开开他家这个肥冷脆系列看一看 因为这是我期待已久的 但是这一款卖的其实蛮贵的 在国产货里面 这个样子 哇好漂亮 打开 接下来个人护理产品是 哇这么一大包 里面是一样的 你们看到是这个洗脸巾 这个好像是跟佳琪团购兼团购的 是买了十二包 每包呢是一百抽 如果早晚用的话 用两个月真是够了 接下来这个呢是小米的产品 小米的包装纸好舒服呀 哇你看他的包装 这个袋子还有两个扣 是他的记忆棉护颈椎靠枕 这个我是放在车上用的 因为有时候我的腰会比较酸啊 他这个是评价还不错的 然后价格也不贵 我记得七十多人民币吧 就买一个 放在后面用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小米的 是小米的防剑指甲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质感真的超级好 是那种磨砂的金属感 然后我用它剪了剪 这些确实是防剑的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原理啊 就它这个指甲不会剑出来 你们听到的声音 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是美食系列 第一个隆重推荐的 在这边 下午三点 这是我发现的一个宝藏店铺 买了他家好多的 他家是卖小零食的 他的包装 很小清新的风格 买了他家的这个小麻瓜 还有 这是他送的一个食事包 里面有很多他家比较热门产品 一个集合吧 这是麻辣藤椒牛肉干 这个是笋丝豆干 这个牛渣糖蛋卷大家很有名 这个真的超级好吃 我刚才已经忍不住 试吃了一个 很好吃 这个是紫薯奶球 它里面是牛渣糖 然后外面是种紫薯球 这个味道也还不错 就是牛渣糖有点黏牙 这个是黄金蛋酥 金牌干溜的酸辣粉 他家真的是酸辣粉的 网红店了 包装很有特点 这个味道隔着袋子就能闻着 螺丝粉 我发现最近在马来西亚 很流行吃这个 很多人都给我推荐螺丝粉 而且这边的牌子超级多 这个是海底捞出的酸辣牛肚粉 这个 这么大一袋 感谢我在美国的廷哥 给我推荐的酸奶块 他跟我讲酸奶块超级好吃 泡在牛奶里酸奶里 但是你单独买那个酸奶麦片 他其实给的放的酸奶非常少 所以不如单独买这一大罐 果粒酸奶块来的过瘾 听给我知道你在看 感谢你哦 这个是三只松鼠的 每日坚果酸奶烟麦片 我最近好像很爱吃这种 麦片加上酸奶块的感觉 早上用牛奶一冲就特别方便 接下来是我们的大头电子用品 我知道你们是特别爱看电子用品 对不对 我自己也是特别期待 三四一类产品的开箱 那第一个就要推出的 当当 iPad Pro 哇哦 当当 但今天不是来跟你们分享iPad 因为iPad我会专门做一期开箱的 今天我是要来跟你们分享它的配件 没错就是iPad配套的壳还有笔 但这两个呢 我买的都不是官方原装的 因为我觉得太贵了 我自己没有不一样 我买iPad就是平时出去的时候 剪一些片子啊 或者是自己在拍摄剧之类的 然后呢 我平常也没有说有很专业的用途啊 画画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买的都是它的这个 都是非原厂的 这个壳我是挑了好几家点 然后也是别人推荐的啊 因为他们讲这个iPad Pro 是很容易弯的 所以要买一个全方位保护的壳 我买的是这个蓝色的 你们可以看这个颜色非常漂亮 然后它还送了一个钢化膜 刚刚好 之后呢 我买的笔也不是苹果原装的笔 是这个UHB 他们家据说可以做到99%的还原度 而且买这个笔呢 还送iPad付费软件 所以还是挺超值的 这个就是它的笔了 然后这边有写着UHB几个字 这个壳下面我专门买一个带笔槽的 这样放进去 看 接下来这个是一个唱吧的小巨蛋 这什么东西 送了一张可爱的贺卡 然后这就是它的小巨蛋 大家知道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哈喽 欢迎来到我的音乐世界 哈喽 欢迎来到Miranda的直播间 哇 这个很好用 哇 这个超级可爱 可以用来唱歌对吗 它上面有这样的调节音量的按键 然后下面呢是一些耳机和蓝牙的这个 还有充电线的插孔 它可以有十几种音效可以转换吧 我们来听一下 超级幻想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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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黄人音效 大家好 我是迷人的 怪兽音效 完蛋了 跳不回去了 完蛋了 我变生了 怎么办 这期开箱太有意思了 我家猫已经看傻了 我买的是它的升级版 带一个白色的套套 如果你想买稍微性价比高一些的 买它普通版 这样带一个黑色的最原始的 这样一个录音照其实就可以了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白的真的是太有喜感了 这个包还挺可爱的 比我想象的要大 接下来这个呢 是一个小米的自动洗手液 老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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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买了 因为在朋友家用过一次 觉得太好用了 它上面是这个洗手液的感应器 下面蛮沉的 怎么打开 是它专用的这个洗手液 据说小米是不可以用其他洗手液替换的 只能买它原装的这个洗手液 但据说据说啊 只是网上说有一些可以替换的方法 可以去学一学 下一个要拆箱呢 是Zaxtone这个G800耳机 它的耳机还送了一个这个支架啊 上次呢 买过它家一个小耳机 觉得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 这样一个大大的耳机 也只是不到100码币 它打游戏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呢 我打算放在办公室里面 当备用耳机 然后我把这个架子打开 这是我在本地的这个Shopee网站上买的 它双11有优惠 双12应该也是有优惠的 你看它一个造型 很酷对不对 蛮好安装的 这个样子很简单 造型超级酷有没有 OK那接下来要开箱呢 是个人用品类 首先是买了两本书 一个是人到了美术馆 会好看起来 还有一个是未来工作 你们记得我六六八的时候买过吗 而且是一模一样的颜色 但是因为这次去刁曼岛旅游的时候弄丢了 所以又再买了一个真的是超级好用 防紫外线必备 马来西亚的紫外线很强 这几个呢 是我淘宝上订的窗帘小样子 这里给大家一个小tips 如果你打算在淘宝上买一些家居啊 或者是窗帘布衣之类的 你一定要记得去管卖家去拍小样 一般它的小样从一元到十元不等 但是你拿小样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色差 还有它的质感 这个是超级重要的 比如你看这家是支选 我订了他家的六个小样 七个小样 够记过来了 窗帘这种东西一定要看它的质感 然后看它的透光度这个样子 他们家的好处是这个窗帘有 记忆定型效果的 这两件比较羞羞是女生的内衣 这个牌子大家应该都听过吧 叫做曼尼芬 这个在马来西亚也有专卖店 但这边好贵哦 双十一的话基本上是半价买的 这款是它最新出的一款 这款是送钱代言的 那款运动内衣超级好看 它家内衣真的是超舒服 我买的都是无缸圈的 然后后面是一种交叉绑蛋 是有运动感觉的 还有一款呢买的就是这种巨龙的 真的超舒服 女生选对内衣很重要 我是建议买不要戴钢圈的 因为你一天要佩戴至少十个小时以上 有钢圈的会让女生的这个胸部很有压力的 其实长久以来是对你胸部不好的 然后买内衣一定不要涂便宜 一定要找一个舒适的 然后选好材质 选好尺码很重要 这一箱呢是我为朋友们准备的圣诞衣 找熊贴纸 买了一堆贺卡 还有2021年的日历 我会把这些呢包成圣诞礼包送出去 然后我也会送给其中一位留言的粉丝 如果呢你想收到米然大的圣诞礼包 留言在下面 让我知道哦 这是Lazada双十一送的一个装饰大礼包 里面打开看一看 马来西亚的小国旗 还有一件衬衫 然后有Lazada的气球 还有一些这样的航服 还有一个什么这样彩带的东西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如果你们是乐高的收藏爱好者 马来西亚绝对是一个好地方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个乐高爱好者 我比了很多地方 我发现马来西亚的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 超级划算 而且一直是有货的状态 后面呢是Miki 然后还有一个是小火车 他们两个是一起打折马的 那个太大了我就没有拿过了 除此以外呢还买了一个 China限量版这个赛龙舟 那是简陋买的 这款乐高花环在国内已经炒到700多了 而且是断货状态 那这个上海还有拉斯维加斯 是今年已经绝版了 所以这两套我是用来收藏用的 就打算不拆了 最近呢我刚刚把这个圣诞花环拼完 真的超级漂亮 它是有两种拼法 一个是可以拼成这样的主台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圣诞花环 还有两样大的东西开箱 我实在是拿不懂啊 我让我的工人帮我去开了一下 一个是GBL的回音币音响 是GBL cinema speaker 好长啊 这个我真的觉得超值 双十一指用了1000人民币不到 就买了一个低音炮加上回音币的音响 而且这款平价还是不错的 好长啊 下面还有一个低音 可以看一下 Open 这个可以无线充电 然后这边可以蓝牙播放 后面呢还有接线口 可以充电啊 或者充其他设备 上面这一块是自动亮的 自动感应灯 后面还有一堆是宠物用品 首先这个是我定做的一个牌子 PT's room do not disturb 接下来这个是一个地毯 因为它特加处理了嘛 我心想就放在猫砂盆边上吧 就买回来一个 这个好坏啊 我好坏啊 我给他买了一个狮子头 这个样子 我买的是偏蓝色 是不是很好看 超大容量 这个好沉啊 这个是小米家的智能宠物喂食器 其实我想买这个想买了好久好久了 我真的庆幸把自己现在买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稍微关注一下海运的人都知道 最近这个中国港口汪外叔的穿 运费涨的真是太离谱了 其实宠物自动喂量器有很多品牌 但为什么我最终还是决定买小米呢 第一个就是小米它这个盆是不锈钢的 因为你们知道猫咪如果老用塑料的盆吃的话 它容易黑下巴 这种不锈钢的 你看直接拿出来就很好清理 这个样子 然后第二呢就是小米家的这个系统 我要买其他牌子宠物喂食器 我要再下一个app 这个小米的话我直接在这个米家的app里就可以了 就不用单独再下了 第三呢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断粮的问题 其他家的自动喂食器都有反应过有断粮啊 断网或者是断电就断粮的现象 但是小米家它因为有备用的电池嘛 所以这点是很安全放心的 而且小米这个它会告诉族人 还剩多少鱼粮 然后今天你的虫吃了多少 就很小米style这样的一个卫士器 纯白色的 然后上面呢它不光是储粮的上面还有个干燥盒 就是你放在里面的粮食它不会过于潮湿 这也太大了吧 这就是投进上面出的这种设计 断封闭式设计吧属于 哇已经一身汗了 我原意以为我这期视频已经全拆完箱了 差不多能很快搞定 没想到这个视频又录了两个多小时 我现在已经大汗淋淋的已经湿透了其实 那希望呢你们喜欢这期视频 那如果想收到Miranda Special Christmas Gift 欢迎在下面留言点赞分享哦 下期见喽拜拜